这个泡面的话跟这个泡面差不多是吧 所以很多东西我们都可以考 我们看下我们直接考过来吧 好我们考过来 然后看一下我们这里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一个压顶 好我们看下我们这里 好我们直接考这里过来 好我们看一下 我看一下这里的一个高度 好是600刷600乘600 好那我们看一下我们都是 差不多我们看一下我下面也要可以把它考过来 好下面的话我直接考过第两个这个砖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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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一下我现在还有一个 好这个 雕塑这个雕塑我们也考过来吧 这些的话我们就不标了是吧 不标了 好 因为我们主要的话是我们跑到的地方 看到的地方我们有时候可以标一下 好我们看一下我们把这个地方拉高一点 好 然后看一下我这两个捕面的话就标完了是吧 这两个捕面标完了 好那我看一下我还要标什么 好我看一下我还有这个门的一个捕面 好标这个门的一个捕面 那这个门的话我看一下他连着一根柱子 我标标这个柱子的一个捕面的话 我们看一下怎么标 好那我给个做法标注 好这里的话这个柱子这里的话是一个PK砖是吧 PK砖那这里的话是一个 我们看一下这柱子的话是这个一个做法标注对吧 他相当于这个的一个横铺面 他相当于这个一个横铺面向下看 那我看一下我们点一下确定好 做法标注的话我们点一下要确定他 他才是记忆上一次的 好我们直接拉出来 好那我看一下我们把它点一下标注一下点是这个水泥沙江 这个就是PK砖 好那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我这里这里的话我们看一下这个方通 然后打开模型看一下这个方通 这里的话我们看一下这里的话我们都用50乘50的一个方通是吧 然后这个是20乘21方通是吧 好那这里的话我们这根那我们这个的话就比较好标了 好我们看一下这些方通 我们看一下我们基本都用黑色是吧 欧式跟英式基本都用黑色 好我们看一下我们这里的话这个就是一个50乘50是吧 50乘50乘50乘以我看要我给要多少的厚度 我给个三厚 好三厚 刚方通 好 我方刚吗 我叫方刚 50乘50乘50的一个方钢 好那我看一下我外面我外面刷一个什么7刷 好那我这里我们是外刷浮炭7黑色的浮炭7 这个油漆的话有很多 但我们经常铁衣类的话我们经常都刷这种浮炭7刷浮炭7 效果比较好 好我看一下我这个是1比15的比例是吧 对吧1比15比例 好那我看一下我这个这个小的就是一个 好这个就是一个20乘20 好完成二厚我们不要那么厚 好那这里话我们给个四厚吧四厚 因为我们这个门的话我们这个股价是吧这个门的一个股价就是这个50乘50我们的厚一点 那这个二厚就够了 这个20乘20 好那我们看一下我们这里的话基本上也就这这两个刷这两个这个也是50乘50刷好那我看一下我这个柱子这个100乘100的刷我们来量一下好这个100乘100的我们看一下我双击一下 好那这个就是100乘100的一个钢方通刷 好那我们看一下我这个要多少后是吧我要多少后我100乘100因为我这跟钢方通的话起到一个主要的一个受力的一个作用 这边側边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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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置 然后看一下这个主要受力的一个作用的话我们给一个比较厚的比如说他比较厚的一个给它我们给个8号 或者给个5后就行了 这里方钢 我们加个管 这个有很多种叫法 举行管 方钢管 还有方通 钢方通 我还要给个镀星 因为镀镀星的话 镀星的话 镀星钢的话会比较防锈 比较耐腐蚀 防锈耐腐蚀 它还有一个优点 我们看一下 这个防锈耐腐蚀还不会那么容易变形 也说我们这个镀星方钢的话 就比较好一点 而且价格也不会太贵 所以我们这里要镀星方钢 镀星就是在方钢管里面镀一层新 好往外面还要刷一个7刷个黑色的浮炭7刷 所以我一定要知道这个是怎么做 好 看一下我们这里的话 好 那我这里标一个直接标一个门轴就行了 我们这个是成品的 好 成品门轴 好 这样的话 我们 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标的比较细是吧 好 那我们这里的话 我还有一个预埋键 是吧 这个预埋键的话 我们怎么样去表达 好 我们看一下 我这个预埋键怎么 怎么标 好 那我这里的话 那我们就是 我们拉上面看一下还是拉下面 那我拉下面吧 那我这里就是预埋键 好 这个预埋键是两根算两根钢筋说焊在一个钢板上那我这个钢板的话我用一个六后的一个钢板 好 好往看一下我用一个150乘150乘六后的一个钢板是吧 好下面的话是两个我看一下两个5几的58的一个钢筋是吧 两个58我510吧 大一点 因为我这里受力比较大 好 我两根510的一个钢筋是吧 要与钢板焊接 好 我家说的比较清楚一点 好 我看一下我这个预埋键 好 我还要把这个钢板也选上 是吧 把这钢板也选上 我们是预埋键的话是一个文交这个柱子的时候是吧 文交这个柱子的时候把这个预埋键也放上去这样的话这水泥一凝固的话这个预埋键就牢牢的固定在里面算然后我们再 把这个钢板这个钢方通焊在这个预埋键上那这样的话就稳 我们或者也可以打膨胀螺酸是吧 膨胀螺酸 但膨胀螺酸的话肯定没有预埋键的那么牢固是吧 所以我们一般这种受力比较大的受力比较大的是吧 我受这个倾斜的一个力比较大的我们都用一个预埋键是吧 预埋键 但使用对的话可能就是比较就是直接打膨胀螺酸 那我设计的话我们要画一个预埋键是吧 好那我这里的话我看一下我们这里标下 我这里的话也是一个量20乘20的一个路线方钢是吧 好那我看一下我这个一个门的一个 抖面好一个这个门的一个底平面是吧 这样就表达完整 我看一下我们这里 这里还有一个围墙的一个做法是吧 我们看一下我们这里有没有 好我可以再抖面这个是吧 这个是一样的是吧 那我们这个直接拉个做法标注出来 好 好拉个做法标注 好那这样的话我们看一下我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也能表达出来是吧 我们这个围墙的一个抖面 好那我看一下我们这里还要标下这个 海棠角是吧 海棠角是吧 好这是一个十乘十的一海棠角 好那一般海棠角都是十乘十的一个规格是吧 好那我看一下我们这里的话标的比较完整是吧 比较比较完整 好 我这里给一个捕切符号给他 一个折断符号 折断符号 那我看一下 我这边 这边的话 我们直接复制 是吧 直接复制 基本上差不多 好 那我看一下 我直接复制到过来 我们对中心 好 我看一下有哪些地方不一样 我这里就没有了 这里没有 好 那这里的话 我们往下拉 好 降标 降标 好 我看一下 我们这地方 我们要对准 是吧 我们这里要对准 好 这个镀星 一个50乘50的 镀星方刚 方刚管 好 那我们这里的话 我们也是 好 那我们这里的话 也是一个50乘50的 好 我们这个拉上一点 好 我们这里要拉上一点 不然到时候 比较图明的话 空间不够就麻烦 好 我们看一下 好 我们看一下 我这个 好 也是一个100乘100的 是吧 好 那我这个门轴的话 我拉过一点 好 成米门轴 好 那我看一下 我这个 一个 这个大门 这个比较大的 一个大门的一个 算已经标完 好 我们看一下 我们标立面 标立面 好 我这个是50乘50乘4的一个东西方刚 是吧 那我这样的话 我应该是这根 是吧 好 我们看一下比例 好 也是1比15的比例 好 那我看一下 我们这里的话 是一个20乘20乘2的 然后的一个 好 我们看一下 我们标这里 我们关掉 不做 好 好 我们看一下 那我还有这个装饰 是吧 这个装饰 好 那我这个装饰怎么标 是吧 这个装饰怎么标 我们看一下 我这个装饰量一下 大概是一个 10后 5后 5后 是吧 5后 那这样的话 我们这里就 拉上一点 好 那这文要标一个直径的一个符号 是吧 好 乘以50 好 乘以100 发100 就是说直径50 直径100 半径50 是吧 发100 好 乘以一个 好 我们看一下 我们大概是20 20宽 再乘一个5后 是吧 好 这样一个 这个环 是吧 好 我看呀 我这个是 好 铁环 好 我叫杜星钢环 好 那这里的话 我们看一下 我们也要刷个浮探器 刷 因为我们凡是铁翼的地方 我们都要刷个浮探器 好 我看一下 我这个环 那我这个装饰的话 我们就 所以出来 所以出来 好 那我看一下 我们这些 这些的话 我们都标的比较清楚一点 是吧 我们主要是这几种材料 好 那我看一下 我们这边的一个 好 这个柱子 这个柱子是一个100乘100的一个 方刚柱 是吧 这个是支撑整个门的一个力的一个柱子 好 那我看一下 我们门走也标下 成品的一个门走 好 那我看一下 我们把这个也标一下吧 好 那我看一下 我这个门的话 其实就标这个 这个几样东西就OK了 是吧 好 那我看一下 我这边的话 我们直接卡过来 好 直接卡过来 那这个 这个是一样的 100乘100的 是吧 好 那我这里也是 50乘50的一个 好 这个门走也是一样的 也是成品门走 好 那我看一下 我这里的话 还有一个 我把这个拉长点 加个点 加个点 好 那我看一下 我还有 好 或者我们在一边标吧 我们看一下 好 这个是这里 好 我还是这样标吧 那这里的话 我们看一下 我们直接把这个卡过来 是吧 直接卡过来 好 那我这里的话 我们看一下 我们把这个卡到下面这里 好 然后看一下 我们卡到上面这里 也行 好 这样的话 我们就 不要不要标在这个里面 这个索引的里面 是吧 不然的话 我这个就不要乱 好 那我看一下 我这里也就这几样东西 是吧 好 把它拉一下 好 我们看一下 那么这个的话 我还有一个门轮 是吧 还有一个门轮 好 这个是一个产品的 一个门轮 好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些的话 基本上不要玩 刷 这个索引出去的话 我还要 我还要把它索引出来 我们看一下 我先把这个关了 先把这个尺寸关了 好 然后索引出来 好 这里的话 我们看一下 我们给一个 轴段符号 好 好 好 看一下 我们把这个删了吧 这个地方我们也删了 我们就标这个刷标这个 那我们点一下这里重新填过吧 好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直接在这里用网格 刷用网格 好 我们看一下 或者我们这个就不要了 这个不要也行 刷这个不要 有点多余的 好 我看一下 我这里用网格 我们这种一般是这种很难标识 算的 我们都用网格去定位 好 我们看一下 我们 用一个用户定义 是吧 给一个100乘100的一个网格 行不行 我们找个端点 找个最顶这个端点 然后给一个50乘50 这个网格太大了 好 我看一下给一个50乘50的就OK了 好 给一个虚线 虚线的比例 我用1就行了是吧 因为我要区分这个网格是虚的一个网格 好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给一个尺寸 长宽的一个尺寸 好 这个我们标网格的时候 一定要记住 我们一定要给一个尺寸 好 我们把全开 好 我看一下我先布图 刷先布图 不然我看 我们不知道是一个多少的比例 好 我们看一下 这个地方已经没地方布了 刷 好 好 我们看一下 往这个地方 那么挤一下把那个挤上去 好像不行 因为我要标的东西比较多 是吧 好 好 我们再复制一张图 好 我们开个窗口 刚刚那个装饰 是吧 把这个装饰 我们看一下 我们给一个1比10的比例 好 好 我们发现这个地方比较小 好 我们看一下我们再把这个 好 我们看一下我这里还有一个装饰 刷 好 好 那么这些补上 好 那我也给一个网格给他 好 我们给个20张20的 好 我找个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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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一下我这边还有这边还有一个大的 好 好 这个这个比较大 好 好 好 我们看一下我把这个线也烤出来吧 好 我们看一下我这个也给个网格给他 好 好 好 给个50 好 我们端点的话我们定这个点吧 好 我们看一下我这里也给一个横线刷也给一个横线给他 好 我这个线是这个刚方通的一个线 好 给个淺一点的颜色吧给个红色吧 好 那这里的话我们也给一个红色吧这个线 好 看一下这里这里少一点 好 好 这些地方我们看一下我们补上 这地方少了的 好 好 看一下我这里的话我们看一下我们布一下图 5 这个是1比10的一个比例 好 我看一下1比5吧1比10太小了是吧 我们布出来都看不到了 好 那我们看一下我这里的话我这个的话就布一个 1比15 好 1比10 1比10的一个比例 好 好 我最后还有一个还有一个 这里的一个图案刷这一个图案 然后把它烤出来 我先把这个尺寸关了 好 再把这个也关了 好 我把这些都删了 好 好 这些都删了 我看一下这个图案 好 好 好 我这里 给一根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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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一根红色 刷红色 然后看我这里还有 接好 好 好 那我看一下我们把这些 把这些剪了刷 好 我看一下我这里也要把它剪了 好 好 那我看一下 那我这里的话也是给一个网格 是吧 我这些复杂图案都要给一个网格 好 好 我等一下网格原点的话 我们看一下我们点这点吧 比较好认的一个网格点 好 给一个虚线 后置 DR后置 好 我看一下我们这个也布一下图 好 好 我们总共是四个这个装饰的一个铁翼 我 也给一个1比10的1比例 好 看呀 不要小 不要小 我到时候看能不能把它放到这个图里面 好 我把尺寸全开 好 我到时候挤一下这张图我们看一下能不能放进去 让我们能省一点图子又省一点图子 好 或者我们放在结构这张图这里 发结构这里 发结构这里